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了解朝鲜族民歌 在我国境内的朝鲜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 而吉林沿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朝鲜族最大的聚集区 朝鲜族具有悠久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 无论是男女老少他们都能歌上舞 不管是节日还是劳动之余 他们都喜欢用歌舞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朝鲜族的民间音乐也非常丰富 比如杰耿瑶 阿里郎 还有诺多尔江边等 人人都会演唱 我们先来看一下朝鲜族民歌的分类 那么朝鲜族呢 他们称民歌呢为民谣 民谣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呀 它可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那么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呢 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就是劳动民谣 二就是抒情民谣 我们来看一下劳动民谣 那么什么是劳动民谣呢 劳动民谣啊 是指在人民群众生活 劳动过程中创造 并流传下来的民歌形式 那么这种劳动民谣的题材呢 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呢就是反映了人民群众 自己的日常生活 第二呢就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啊 自己的思想情感 第三呢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服务于 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 第三点呢就是劳动民谣的题材内容 劳动民谣啊 它又分为集体劳动民谣和个体劳动民谣 那么集体劳动民谣呢 它的音乐特点呢 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呢就是从唱歌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呢 是一领众贺的演唱形式 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调势特征 以五声调势为主 第三个就是节奏性较强 那么一般呢 有两拍子系统的四二拍八六拍和四拍子系统的四四拍八十二拍等偶数拍子组成 那么在集体劳动谣当中呢 它的节奏性要强于它的旋律性 我们再来看个体劳动谣 那么个体劳动谣呢 与集体劳动谣相比较啊 它的篇幅比较大 曲式结构呢 也成为多样性 主要呢 有单三部结构 负三部曲式 辩奏曲式和回旋曲式 等多种曲式结构并存 个体劳动谣的节拍啊 不受劳动节奏的制约 大多呢 使用的是混合拍子 我们了解了劳动民谣的特点之后啊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劳动民谣 节耿谣 那么节耿谣呢 又叫倒拉机 倒拉机啊 在朝鲜族当中呢 是朝鲜人民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野菜 那么这种野菜呢 就叫节耿 所以呢 节耿谣呢 也叫倒拉机 这首民谣啊 共有七个乐句 第三第四和第六第七句呢 是第一和第二句的重复和变化 第五乐句呢 加以称词 曲谣呢 做了发展 他的歌词大意是 倒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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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的节耿药 长满山野 只要挖出一两根 就可以装满我的小菜框 哎嘿哎嘿哟 哎嘿哎嘿哟 哎嘿哟 你呀叫我多难过 因为你长的地方 叫我太难挖 可以说呢 他的曲调呢 前后统一 又有变化 音乐呢 轻快 鲜明 生动地塑造了 朝鲜族姑娘啊 勤劳 活泼 这种美丽的形象 下面呢 我们就来解 抒情民谣 那么抒情民谣啊 这类民谣呢 是情感深厚 内容丰富 在社会各阶层 包括城镇乡村 广为流传下来的 擅长表现 人们内心情感 是民谣当中啊 数量最多的歌唱体材 抒情民谣的音乐特点呢 主要是旋律 线条 起伏比较大 并以直接 或者是间接的四五度音程 进行为主 下面呢 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抒情民谣 阿里郎 在抒情民谣当中呢 阿里郎可以说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传统民谣 相传呢 阿里郎啊 是古时候 一个农民的起义领袖 那么起义失败以后呢 他就跟他的妻子呢 隐居在深山 后来呢 这首阿里郎呢 被广泛的流传 并赋予了民谣新的情感内涵 充分表达了 朝鲜族人民 对故乡的热爱 那么我们先呢 对阿里郎的曲式呢 进行一下分析 全曲呢 由四个乐剧组成 为五声的弓调式 单乐段的结构 它的旋律特点呢 是旋律起伏比较大 其曲调呢 也紧密地围绕着 Do Mi So 三个骨干音 做迂回的进行 而且每个乐剧的起音 与落音呢 完全相同 我们结合曲谱 来进一步呢 了解一下 全曲呢 由四个乐剧组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从 So La So La Do Re Do Re Mi Re Mi Do La So La 这是第一句 那第一句的起音 So到句子的最后 它的落音也落在So上 第二句呢 Do Re Do Re Mi Re Do La So La Do Re Do Do 它的起音和落音呢 也完全相同 也完全相同 第三句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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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Mi Re Mi Do La So 起音落到 起音是So 落音呢 也落到So上了 那么第四句 Do Re Do Re Mi Re Do La So La Do Re Do Do 起音和落音呢 完全相同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七次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在这个曲调当中呢 它的主干音 紧紧地围绕了 Do Mi So 这三个音 来迂回的机型 而且呢 它是以五声 弓调式为主的 结构形式 是吧 下面呢 我们就来欣赏 这首阿里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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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区 还有散居在湖南的常德等地 维吾尔族人民能歌善舞 他的歌舞艺术以十二穆卡姆文明一世 维吾尔族的音乐体系 它囊括了世界上中国、波斯 还有阿拉伯和欧洲三个音乐体系 其民歌的特点 它的旋律优美 曲调、动听、节奏、活泼、结构、完整、对称 我们来看一下维吾尔族民歌的分类 传统的维吾尔族民歌呢 从题材上可分为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和风俗歌 那么它的爱情歌曲呢 数量是最多的 劳动歌呢 是伴随着劳动而歌唱的民间歌曲 历史歌呢 是以长篇历史的叙事歌曲为主 风俗歌呢 主要包括婚礼歌、节日歌、还有酒歌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维吾尔族民歌的音乐特点 维吾尔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呢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呢 是调式特点 在维吾尔族民歌中呢 中国的音乐体系 阿拉伯音乐体系 和欧洲音乐体系并存 其中呢 中国音乐体系的民歌中 多以公调为主 有时呢 也会出现止调和商调声 第二呢 就是节奏和节拍的特点 这个呢 也是维吾尔族民歌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 由于维吾尔语的重音呢 总是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从而啊 导致了在音乐进行中 常常呢 会出现切分的节奏 比如说 就是我们大家 非常熟悉的这种节奏型 它是一个切分这样节奏型 也就是强拍后 或弱拍起唱的节奏特点 同时呢 在维吾尔族民歌音乐当中呢 也存在很多 就是固定的节奏的 这样一个方式 也就是固定的节奏型 第三个特点 就是弦法特点 在维吾尔民歌当中 旋律迹型呢 多为锯齿型的 也就是说 曲调迹型呢 比较曲折 细腻 富于装饰性 我们了解了 维吾尔族民歌的音乐特点之后啊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维吾尔族民歌 阿拉穆汉 这首阿拉穆汉呢 通过对活泼美丽的姑娘 阿拉穆汉的赞赏 表现出维吾尔族人民 对生活的热爱 全曲啊 是问答式的 乐节重服 调式呢 是七声调式 节奏紧凑 具有较强的舞蹈性 好 我们就来欣赏 阿拉穆汉怎么样 谁他不肥也不胸 阿拉穆汉怎么样 谁他不肥也不胸 他不肥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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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以上呢 我们了解了朝鲜族民歌 还有维吾尔族民歌的音乐分类和音乐特点 课后呢 我们留两道思考题 一 朝鲜族民歌的分类 二 维吾尔族民歌的音乐特点 这节课啊 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